风水煞气最为严重的九大场所 一、阴森峡谷 风水学上称为集阴之地 也是民间中所说的鬼怪活动猖獗的场所 当你经过此地 一阵阴风袭来 会让你不禁寒战 千万不要尝到这样的地方散心 将严重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 事业运气 二、坟场墓地 坟场墓地亦被风水学上 称之为集阴之地 与阴森峡谷不同的是 它是鬼之墓 集鬼的家 因此无端乱闯坟场墓地 而被沾染上不良能量 则你在事业运势方面 会感觉到自己有之不展 而且还可以并集重生 三、落岩山丘 风水学上认为 落岩山丘显现的是毫无生机 顽固不化的能量场 若因猎奇等原因 而去落岩山丘观风景 则其不良知能量场 会带衰你的人际运势和婚姻运势 四、破败微房 在家居风水学中 破败微房被称为鬼宅 就像大家所熟悉的聊斋志意中 所描述的一样 若你常去破败微房 被沾染负能量 就会导致身体不适 思维混乱 出现怪异 屡犯差错等不良后果 从而工作效率低下 工作业绩平平 五、烂尾工地 从周易命理上讲 烂尾工地是阴气滋生之地 显现的半途而废 没有结果的能量场 若无故经常随便去烂尾工地游荡 逛幽 其不良的能量场 就会暗示你在事业运势方面 反反复复 跌宕起伏 六、野外孤林 周易命理中讲 读音不声 孤阳不长 是说此类地方显现的是 即将消亡的能量场 尤其是在你心情不悦之时 不慎误入了野外孤林 而被其不良能量场所感染 那么 你在事业运势方面 容易产生大的方向性 判断失误的情况 七、古墓地窖 其产生的负能量 不亚于坟场墓地 尤其是进入古墓内 零距离地接触古墓墓主 及古墓内的物品 其产生不良能量 往往是坟场墓地 所无法比拟的 若不幸沾染其煞气的风水 后果则是抑郁不安 心神不宁 事业迷惘 阻塞不通 严重者 甚至会有自杀倾向 八、医院监狱 在风水穴上 医院监狱 被称之为活人木库 综合起来看 其显现的是伤病的 犯罪的能量场 或许你会问 医生 预警在里面工作咋没事 从周一命理上讲 因为他们的职业 就是专制这种负能量的 九、夜电赌场 地球人都知道 如果你常光临夜电赌场 沾染那里不良的能量场 则在事业上你的才华 会逐渐地磨灭 你的贵人 将慢慢地离你远去 而你的小人 则会蜂拥而至 让你惶惶不可终日 除了上述提到的煞气之地 还有九大阴气之地不可去 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里面 世上分福地和显地 人在福地中 就会身心健康 而那些显地 你如果去了 轻则染上脏东西 回来不舒服几天 重则一病不起 一命呜呼 以下排名分先后 就俗话说 蛇多人不活 道教喜欢龟蛇并称 而道教大神真武大帝的化身 也是龟蛇 其实这个是一个动物的太极土 龟为羊 蛇为鹰 蛇多的地方 阴气就剩 甚至一个地方养的蛇多了 人去了就会觉得阴森 不幸的人可以去养蛇场 周围转转 这种阴气旺盛的地方 人不是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话 待久了就会阴阳不调 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疾病 如果是先天体质 天阴的人 甚至会大病一场 阳气再也无法恢复 要不了几年 就会一命呜呼 其实人类天生就知道 这种地方不宜居住 有几个不怕蛇的 其实蜘蛛多的地方 也是这样 八 俗话说 山中荒村不能停 山中白水不能溅 其中的荒村 说的就是发生瘟疫后 整村人都死掉的绝户村 这类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山区 那些地方是旅友的最爱 旅友们在山中走了一两天 忽然看到了有房子住 就快快乐乐地住了进去 阳气弱的人就会多梦 如果在梦中和冤魂交谈 就会被病气沾染 等到了人多的地方 病气就会慢慢爆发 一般会表现为恶性疾病 让人痛苦地去世 少数变成精神分裂的 说的白水 是山中的激流 看着很浅 但是冲力很大 人踏上去就会被冲走 这个看过被爷节目的人 应该都知道 七 神农家一带的山民 有一句谚语 高仪仗不一样 赶紧走 说的是人在爬山的过程中 往上走了了一点 忽然觉得温度变化很大 可能是冷 也可能是热 很多人这时会疑惑不解 就停在那里了 但是应该赶紧走 在秦岭巴山地区 有些地方因为地势原因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也有人在其他的山区 感受过这个 切记千万不能停 有可能是山中不干净的东西 靠近了你 你的灵觉感受到了 产生了温度变化 来提醒你赶紧走 而且你要记住 只能走 不能跑 不要慌 一慌阳气就弱 更容易被害 跑了的话 不干净东西 会觉得你害怕 可能会一直跟着 你到过河为止 六 荒山流火 早天柴 火大才看地才能清 这个是秦岭巴山 一带山民流传的一句谚语 现在已经没多少人知道了 说的是在没人住的山上 看到有火光像水一样的流动 要早点点火 而且要给火烧大 这样才能看得清楚 我曾经问过那个老人 看地才能清是什么意思 老人站起来 拿着烟袋指着山坡 要我看坡上的路 说很多地方都是险路 人不留神就要摔倒 而摔下去了 基本就不会有活路了 现在想来 可能是山中不干净的东西 晚上想迷惑人摔死 然后慢慢摄入生魂血肉吧 五 会在夜晚传出老人声音的荒漏 有些人死了 磁场还在哪里 我们道教称之为鬼 这种闹鬼的地方 普通人很难确定吉凶 有的老鬼 比小鬼还难缠 足以让被缠住的人慢慢疯掉 四 风水眼 古代人为了城池安全 会在城中设置一个风水眼 北京的是北新桥的海眼 关于这里有很多故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 风水眼在北方城池 一般是位于东北角 而在南方城池 则多在西南角 大家以后走古城的时候 可以多留意留意 如果走到那个地方 有恍然的感觉 也许你就遇到了风水眼 这种风水眼对一般人是没什么可怕的 而问题是风水眼都会用活人祭祀 如果你和被祭祀的活人有类似的八字 就有可能让风水眼忽然发动 让你频繁地做噩梦 如果是井做风水眼 会觉得冷和淹死 如果是牌坊类的风水眼 会觉得胸闷气短 容易做跳楼的梦 而兽类的风水眼 则是让人做被野兽吞咬的梦 下面说的这三种都算是绝地 我也仅仅是听人说过 并未见过 希望大家都不要看到 三 哭死洞 作家曹乃迁曾经写过 进北的农民把乱伦的孩子 关到废弃的窑洞里面 让他慢慢渴死 而在古代中国 这种地方在农村其实很多 在上个世纪才慢慢废弃 如果你在中国北方旅游 看到了那个窑洞阴森恐怖 周围又很天涕 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枯死洞了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一个人去 实在是容易见鬼 二 帝松 王小波在洪福夜奔里面 讽刺了中国古代对松树的看法 说中国古人觉得松树是越长越矮的 其实真有地方是这样的 《郭仆藏经》中说 同山不可葬 说的就是草木不生的山上不能葬人 而这种险地 可能会有松树趴着地上长 但是这种松树很快就会被雷劈 有幸见到的人 还是看看就好吧 别靠近了 处之必死 给我说这个事情的老人说 死法事晚上做梦真的死掉了 我想这个应该是医学中的猝死 一 地海 插在地上的海骨 这种绝地 其实是禁锢妖魔的绝地 我听人说的那次 是在南方某城市 挖掘机工人挖开了土地 发现怪异的海骨 而且是立起来的 带脚的头上还有白毛 那年是零两年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想大家都记得 看到那个的工人 当天晚上就猝死了 非要说那次事件是果子梨 是很不科学的 那个时候都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 南方的那些城市 不知道吃了多少果子梨 而那次之后 那些地方还在吃果子梨 却再也没发生零两年的那件事了 希望大家不要做死 不要做死 不要做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如果做死后有不良反应 赶紧有修行的道士和尚看